但是有些犯罪 可能和他的一些 长相啊 或者跟他的生理一些条件都会有关 挂相 那您跟我们讲讲什么相 反正我觉得这个色咪咪就挂相 贼也挂相 这个暴力犯也挂相 就是你比如简单说吧 就是很早就有人研究人类的这个体格类型 就是说他就讲筋骨型 还有兽型的 还有圆型的 这个兽型的 他就容易比较敏感 多疑 然后呢幻想 你这样呢 兽型 我还减肥呢 幻想 就是所以像美国有一个案子叫什么 变态捷克什么 对对对 兽型 对他就是兽型的 然后还有一种是筋骨型的 这基本就是暴力性的 筋骨型是什么 筋骨型就是身体很壮的 一看就是属于那种有胳膊有肉的那种 那这种一般的他们要是性犯罪 基本全是暴力性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杀人比较多 就是打人暴躁的 然后像那种原胖原胖 浑身都是蟹肉的 一般骗人比较多 就伪造啊 你看一下这个发奖发奖 这个我这个不够啊 不够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他脸也是这样 如果这个人吧 就脸棱角特别清楚 有棱有角的 这基本都是力量性的 也就是说他要如果都是狠 或者就是暴力 然后这个脸圆圆的 他都是表面特随和 挺憨着看着 他就不是那种硬来的 然后要是那种尖嘴猴三的 就是兽型的 这人一看特瘦的 一般做贼多 为什么呢 贼吧他不敢正面冲突 他正面冲突 他被揍他打不过 他只好偷偷的来 趁你不在意 而且瘦的人 他贴近你的时候 你余光不容易看到 所以所以兽型的人 体量小 对 我记得一百年前有一个学者 叫龙不罗嗦 他有一本书 叫犯罪人论 他是那个军医 然后呢 当时就是在监狱当中 给犯人治病 其中就是死刑犯的 他来验身 后来他就跟那个行刑官讲 这些人 我能不能做那个 就是他特别想研究人体 那时候不让研究解剖吗 人是圣物吗 不能解剖吗 然后这些人 家人都不要了 你能不能给我 后来行刑官说 你私下做完研究 我们就给埋了 他就解剖了很多人 写了一本书 就叫犯罪人论 其中讲到犯罪人的 包括什么六尺 什么这个长的脸型 所以那天他们后来就说 说到监狱去看那些人 就是尤其搞监管的 基本就发现 到监狱里找不着特别帅的 特别端正的 很少 端正的一般都是经济犯 或者植物犯 然后他到欧洲 结果去监狱看 也这样 就外边觉得 欧洲人长得都挺帅的 咱们到监狱看都这么丑 就他们往往在遗传上 是有一些缺险 有现在有些女孩 就爱泡夜店 你觉得他这是 这也是正常的呀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女孩 应该属于被迫的 就是你想 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吧 她很年轻 到大城市来 她特别想立足在这儿 立足在这儿 她找一小公司 可能她所有的命运 都有老板决定 于是老板要给她安排 她是不能不去的 这也是一种 还有就是朋友 就同事安排 你不去 你格格不入 你根本不能下去 你没有朋友资源 你怎么在这城市待下去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女孩 实际上是这样 她迫不得已 迫不得已呢 她也明白 但是到那时候 她看不住 因为有人灌起酒来 像马爷这样有底力的 那绝对是明白的 就是咱们喝热了 心里孩子知道 这差不多了 咱不能再接了 对吧 但有些孩子 他就没办法 他想不喝 老板就往这灌 我觉得激进于犯罪 据我所了解的 她们有的时候 会形成一个模式 今天晚上就是把她灌醉了 你知道吗 那就是有目的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有些女孩 她实际上就是说 她很孤独在这个地方 因此当有一个人 可能对她好的时候 她也很信任 那么这时候可能让她喝 她不一定喝那么大量 她就完全就失去了 我现在有数字为证 可以证明 我原来说的一个事 她们都觉得我是太荒唐了 这个想 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挺焦虑 我有时候会为女孩 有点被迫还妄想 我原来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说这个任何一个女性 都是勇者 太勇敢了 她们问我为什么 我说了 她们就觉得我想得很可笑 我说你看 一个女孩 她跟一个男孩谈恋爱 两个人就可以去旅行 甚至两个人 可以住在一起 对吧 我说但是她有没有想到 那是个体力 远远超过她的一个男人 对吧 我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如果说 我们比如说反过来 像我这种多疑性 我像您一样 极其强烈不安静感 就是说 如果我找这女的是一个 随时一举手 就可以治我命的 这么一人 我天天跟她住在一起 或者我跟她 俩人就出去蜜月旅行 哪怕当时我们非常相爱 你知道吗 是不是我这人有点会阴呢 我都觉得有点 那是你的问题 万一 就是说 这人会变呢 旅途当中 就是说 她会暴露出她另一面呢 坑气一下就弄死我了 我特别赞同你说这个 你看我没说 原来有一句话 就是说 我只管你现在和未来 我不管你的过去 就是其中有一个电影演的 这个男女的关系 我后来就讲 我说 她这种女性 真的是无知无畏 为什么呢 因为职业杀手 可以今天晚上给你睡觉 第二天早上走之前 就把你干掉了 她绝对不能留下一个活口 所以有很多女的 就是看那个电影 觉得很浪漫 我只管你的未来 不管你的过去 那你保不起 但是她碰上职业杀手的机会 是很少的 但是你要碰上一个 这样的男人就很可怕 所以你看 我有数字为证 马彦 您看看这个 就是联合国数据 2017年 全球大约8.7万名女性被杀 你看啊 超过一半的女性 是被亲密伴侣 或家庭成员杀害 60%多 就超过一半 也就是说 杀你的不仅是职业杀手 就是跟你好的人 这玩意想起来不寒而栗 她这里被亲密伴侣所杀 是因为她的矛盾 是最容易集中 夫妻之间是最容易集中 社会矛盾的 夫妻你现在不是每个人 都是因为爱情结婚的 我不认为中国人 每个人都是因为爱情结婚 大量的是因为社会条件结婚 你到上海那公园里去看 拿那条字的全是条件 那没有说 我说我这有一女儿 嫁不出去了 你那有一个儿子 娶不着媳妇 咱俩拿一条件 说条件是什么 爱情 爱情有这个吗 那肯定是房子 什么各种工资 全是这种事 大量的是条件 甚至是无奈 就是关于这个杀人案件 过去古代就有一句话 叫十件人命九件间 也就是说很多都和那个 就是男女之间 就是一些情有关 这就是说他熟人之间发生案件 我最早 他这刚我看这数据合起来 还不到60 最早我看加拿大有一个数据 就66% 那么我们基本也在60%上下 也就是说这个杀人案件当中 熟人比较多 当然他这个不一定都是性的关系 比如合伙做生意 因为我认识你 我想把你钱捏了 也是熟人杀人 所以熟人杀人的比例 是比较高的 但是在这个当中 就是其中就是男女之间 有性关系的 他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最早的真正 就是家庭暴力 要不要干预 最早真正涉及的 不是一个家庭 就是男女的那个性伴侣 性伴侣 当时英国的一个女孩 他想摆脱这个男的 这男的死缠乱打 然后最后呢 就是也报警 他妈妈也干预 都没制止住 最后把这女的给杀了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家庭当中这种暴力 为什么现在 全世界都说零容忍 就是因为他是 一而再再而三 而是得寸进去 但是有很多女性 他就觉得 我一旦已经跟你结婚了 尤其是有孩子了 很多女性 还是顾及孩子的 他就觉得这个 如果要离的话 孩子怎么办 而且他有些 这种女性 往往自己 还没有太多的经济实力 所以他只能靠这个男人 而这种男人呢 他就打惯了以后吧 他就老打 我去这个咱们的西北的 就是说错了 应该是西南 就是山区那些地方 贫困地方 他们的家庭暴力 就特别严重 所以复连每次一见到 我就说 哎呀 说李老师怎么办 但是呢 这种女的真要被打死的 哎呦 像印度就有一个粉红帮 因为印度 他们那个家暴很严重嘛 然后所以印度的一些女的 他们就成为叫粉红帮 就是一人拿一个粉红色的棍子 就是照着这个男的就打 当然这是以暴之暴 不提倡 但是你确实看到没有办法 而且我觉得刚刚李老师 说的挺重要 就是我觉得家暴的这种环境 尤其在可能中小城市 或者乡村 他周围的环境 都是什么劝和不劝分 就说哎呀 你就忍忍吧 你就再凑合凑合过 他找不到一个支援 他离开的一个社会环境 和社会资源 所以就一直这样 你说最近我的 就是同龄的 有些人就是到了什么呢 小孩要到外国留学 哎呦 这个就是担心 就女儿啊 女儿啊 就是说要从租房子就开始 所以说西方那也不安全呢 对吧 就是 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不幸的事情 您当年咱们做节目 这个事情两年前刚案发的时候 我记得您就讲过 张盈盈 这个就前一阵 这边是美国那个伊利诺斯州吧 法院判了 陪审团首先裁定罪诚 他的辩护律师都认罪了 就是说他是好像是认 他杀了这个 这个这个张盈盈 但是呢 就是不肯说这个 这个尸体 尸体藏在什么地方 但是咱不说这个吧 就是说担心女儿的 这个真的就是 你看就是租房子 当年张盈盈 就是租房子上了这个克里斯腾森嘛 上了这个杀人 杀手的这个车 上了车 然后就给你拉到他那儿去 然后就是伤害 那您说这种 其实我 怎么办 而且还是白天 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可能干这行的 所以我跟一些人打交道 他们都会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 感觉你的这个防范心特别强 那么我想呢 就是我在生活当中 比如有时候我在饭店吃饭 我就看人家那个 随手把包放在那个位置 在我心里就想 这个包就很危险 然后呢 你有这警觉 对 有时候我在一个小区随便走 我就在看这个窗户 我大概用几分钟就可以进去 那么就是 因为我有这样的 就是我看过很多的案实案 所以我经常会有这种叫危机感 那么用这个感呢 再去衡量我身边的很多人 我发现他们没有 就是很多人完全没有 一丁点自我防范意识 你比如就说那个夜行 就是晚上出去 我们有时候就是迫不得已 只能晚上出去 对吧 比如说我飞机就后半夜到的 那怎么办 像那种情况 就是我们自己应该意识到 就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要遇到点事 你就没机会 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我完全没有预料到 是后半夜到 但是我现在就后半夜到了 那我就附近找一份 找一份店先住下 千万不要去走 尤其是进封闭的空间 你比如上车 因为那司机你是很难预料的 当然有些人就说了 你这个社会 你都什么什么事 让人家自我防范 不是这样 我跟你讲 警察也不可能登大眼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 你不可能让警察 全方位的监控社会 所有角落 现在是这样 那有些那就在说了 你们把这个责任 你们应该搞好社会治安 是吧 而不是说 不让我穿着超短裙 凌晨三点 一个人打低 对吧 但他们的意见 咱们予以尊重 但是就说这事 担心还是担心 这是实实在在的 你比如说 像您说的这个一个极端 那现在到另一个极端 我原来做节目的时候 我曾经当笑话讲过 说这个台湾有这个捡尸体的 你这个什么叫捡尸体吗 就是女生喝醉了之后 被男生可能就是施暴 就是趁着喝醉 然后就施暴 而且甚至还变成炫耀 在这朋友圈 我看一男的就扛着 这女的都这样了 扛着就这样 你看我今天晚上捡了四个 就您这都是犯罪了 可是也都有这个情况 您说那我就挺奇怪的 就是说那这些女孩 就是说如果我要打算算计你 我先把你灌罪 然后我把你这个伤害 那这个就算犯罪 但是他在路上遇到了 然后这个女的完全不知 当然他这种情况也算侵害 关键是他这个女的完全没有任何意思的表达 你这个事就很难办 就是说这个喝酒是一种 我跟你说你们女孩 不管到任何场合 喝的东西不要离手 开了盖的不要再喝 那你就遵循这个最严格的原则 问题是醒过来之后失去记忆 你都不知道 你醒了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方舟你可以总结 我挺不太理解的 可能我上岁数了哈 他们是他们就喝以前不知道要这样会可能会这样吗 我觉得可能一个是说这个现在的可能整个的社会风气啊 包括什么女生也会觉得我也可以喝酒 我也可以穿的少 因为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在渲染一种 大家比如说男女都是平等的 然后这个女生他越表现出活泼的一面 他就越玩的开然后越受到称赞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对于女性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这些女孩觉得说哎好像我们这样也没事 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原来好多事情可能也发生 但是他没有爆出来 现在是包括监控啊 包括你说别人拍小视频啊 就是这种技术手段多了之后 你可能可能原来是只有女孩说了这事才会爆出来 现在我觉得这事可能早就有了 只是现在技术手段多了 他被爆发的比较多 我们生活的圈子我确实没见到 但是我真的记得就在前两年 就是说有一种男的打女的啊 你不知道打的那个程度 最近出了个视频您看见了吗 大连发生的 那小子也给抓住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打的是他女友或者是他老婆 你觉得那真照脑袋上踢啊 你那个大家都看见了吗 最后发现他跟那女的还是无关的 根本就是陌生人 迎面就冲头 我亲眼在北京前两年 我在车上 在那个那个那个西边 就在一个胡同 我当时觉得因为那个车插一下就过去了 我当时真觉得不可思议 就有人呢 他就是揪着这个女的头发 往这个胡同的这个墙上啊 砰这么撞啊 然后的抓起这个女的自行车 然后砰就砸下去 我的天哪 我简直 这种男人一般都有酗酒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 那有人制止吗 没有啊 这种情况 因为 我是坐在车上 就我们看那个视频而言 那个视频后来我们看到很多后续报道 比如说那女孩的伤是不是很重 是吧 好像很轻的伤 那这个男的判的就很轻 我们其实看从那视频角度上讲 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恶劣 你比如家暴啊 家暴你把你老婆打伤了 你就直接进监狱了 那就好很多嘛 他惩戒不够 我老认为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 就是惩戒特别轻 您知道这问题复杂在哪吗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女的离不开男的 她要离开男的就好办了 所以是女的求着不要她惩罚 因为惩罚了家里就没人挣钱去了 所以家庭暴力难就难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女的都独立 你看一般就是有独立的那种 有地位的女性 她遇到家庭暴力 她只要不喜欢这男 她马上真能离开 为什么 她能活 这时候男的死缠烂打 但是有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 就是包括城里的 这些女的都是自己 没有太强的经济能力的 对 那说的是亲人之间 你比如刚才说 亲人之间这段录像 对 您大连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 我认为通过看视频 所有的老百姓都认为 这人拍20年都不为过 因为你打得太重 而且那个重是随时可能丢掉命的 很任性的 对 就是完全是把个人的一种怒气 撒在一个无端的人身上 跟我想象的 他不能这么打呀 你说特别对 那又不是男的跟男的打 这玩意把猫脑袋上踹 他怎么能这么打呢 这个满爷 你说像咱们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那都常听一句话 叫好男不跟女斗 对呀 大人不计小人过 也就是说 岁数大的是不会打小孩的 就是我不认识你 你淘气我也不会打你的 最多说的两句 这个男人不跟 这个好男不跟女斗 也就是说你真的是个男人 你不能以打女人 来表现你的那个本事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就这种男人 第一我刚才讲了 他可能喝了酒 他完全不在正常状态下 然后他心里确实有怒气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最最重要的 这种人 往往他的成长环境当中 他们家就有男人打女人的问题 他是看着长大的 所以呢 他有时一有怒气 他也就马上会打 他就觉得女人就该打 我认为 就这些所有醉酒的人呢 他也是个气软盘 因为是个女的 那要是一个警察 我就不信他打他 他那时候酒还醒了呢 对 警察醒了 对 他肯定的 他就是从内心 他就是潜意识 就是以强凌弱 就是这么个事 而且我看那新闻报道 他是情感受挫了之后 他就发泄在这个女人身上 他可能就是说 觉得女的都不是好东西 所以他可能就会 你过来女警察 你看他敢打 马爷说这特别对 其实一般我们有一句话 叫酒壮的是什么人打 怂人打 对 怂人打 这种人如果不喝酒 他的那个胆量 最多就回家欺负欺负 他们家女人 他在外面是不敢跟人打架的 然后他喝点酒 这算有本事了 有本事他在找人打的时候 他仍然打的是弱者 所以就是这种人 他在生活当中实际上就是个怂人 对 我以前也说过家庭暴力 很多在家里打老婆的人 往往都是从小就被女人堆包大的 就是女的照顾他特别多 所以呢他会怎么样呢 他就他就对这些女性 第一看不起 第二呢就是好欺负 但如果他这边都是男人 他不敢这样 比如说一个人在路上遇到一个 就是来者不善的 一定有一个鉴别 如果他你一看周围没有任何呼应你的人 你这时候你就不要跟他去愣对 就是先顺着他 甚至跟他说好话 他要近会儿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一看他手里有凶器 你要特别小心 就这两种情况你都要特别小心 但是如果你一看这个人就是 有点摇晃晃站不准过来 就是摸你一下撞你一下 你这种情况就照着他 直接给他两拳撒腿就跑就行 也就是说这个你要根据情况 真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比如说这个半夜走夜路 首先看来孤身女性就要防止这种情况 对我建议就是说 真的是我也同意王教授的观点 就是说女性吧 你要有一种意识 就是说你你是毕竟是孤弱的 你从体力上就看不过一些事情 所以你要一个人如果迫不得已 必须晚上要出去 要么就约朋友 要么就让家人接你 要么你就就近先找一地方 然后等到天亮了再回去 不要这个太 因为就是这个 刚才说的话咱们一说完 就是最近我看那个 网上有一段那个讲 这个无人区 穿越无人区 然后最后被罚款 后来这个他们走出来了 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也没事 我们从新疆过那边没拦 结果后来人家专门介绍 说在这无人区 它是一个放生就是养生区 就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 你碰到一条狼 可能不一定理你 但碰一个棕熊 你就没命了 所以我们人走在社会当中 就是这样 不是所有人都是犯罪人 但是如果你要是很不幸 碰到一犯罪人 你就没机会了 所以你不要要求 别人该怎么救你 最重要是你自己 要有防范意识 对 有些人我就觉得 你要不给别人造成这样 你们应该把社会环境搞好 那让我不能走夜路 我觉得说这种话的 都是说便宜话 就是说你要 就是我们讲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就是不要说女孩走夜路 就做男人 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 走夜路很多 那时候也没有摄像 尤其北京的胡同摄长 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 后面要跟着一人 甭管男女 就你恨不得在后子 反正你不愿意在人前头 那走那后面 如果有人 我就会加快速度 就是我一定要判断 他那个声音 跟我是逐渐远的 而不是逐渐近的 他如果逐渐近 我就会依照一个什么电源杆子 我赶紧转身 我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在后面拿一个板砖 手里拿个板砖 追着你 你还在前头跑 那肯定不行 那你就正面吧 你像这个 别说这个女性了 男的也害怕 就原来我住那附近的 一个男的 打着电话往前走 后边帮着一砖头 一拍把包抢走了 你说这个赖谁 对吧 所以后来我就讲 打电话 如果是夜里晚上一个人 你就先站住靠着墙 你一边打电话 一边也能看到视线 打完再往前走 否则你在打的时候 你注意力全在手机上 后边过来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 那么像这种 那人就是春节在院里 住了十多天 脑袋被开花 缝了十多针 很惨 所以我讲这个 不是说把治安搞好了 女性可以随便上街 不是这个 其实防范意识 还不光是这个问题 防范意识就是说 你要明白 在社会当中 这个犯罪人 他出现的点是不确定的 如果他犯罪人 脑袋上都写字 这事就好办了 有人 你就说 一个干到董事长的这种人 还能干这种 不齿的事 对吧 所以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 要明白 在社会当中 就像森林当中一样 它会有狼出现 因此你要小心为上 如果你对蛇 对狼 有一定经验 你好办 你一点经验都没有 你还无知无畏 忘了一闯 这就非常 三体那个黑暗森林理论 是吧 不要成为目标 因为你不知道树林子里 有什么 藏着什么 美国什么 到处都是活雷锋啊 什么的 说那你说 美国人仍然愿意 接受陌生人的帮助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经常听到 美国有这个 陌生人把你给干掉 那当然你从这个比例上讲 这个概率是很低的 因为美国社会的环境 就我们出去 起码在我走的这个范围之内 压力都是比较轻的 压力大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有一回 在美国的底特律呢 误入了一个什么区 那区比较害怕 尤其那天又是晚上了 所有的电眼杆的 鸡脚杂杂 都是那个无所事事的人 站在那 我当时第一感觉 就是我必须要 那个车都不敢停 就赶紧溜出去 你在车上都开始恐惧 这是在美国 还有一次在法国 也是进入了一个什么区 就是从来没有 而且那个司机还跟我说 说咱们穿那个什么区 行吗 因为我不懂吗 我说行 那穿哪儿还不一样吗 堂堂大法国 一进了那个区 我就觉得这个 停车都是危险 那这种时候 你肯定要警惕 但是大部分时间 还都是阳光明媚的 每个人都很和谐 再加上这个 杀张英颖的 这个犯罪嫌疑人 他那个 不是好多材料 说他还是彬彬有理的 他不是那种 你能够识破的 你说像他这个 克里斯特 他这种人是个什么人呢 就是以前我谈到过 他实际上是 已经有这个打算了 他有这个打算 那谁碰他 谁就倒霉 对 所以就还是 就是我刚才讲 社会生活当中 谁都不在脑袋上 说我要干什么坏事 但不可能的 所以你看着都是一样的 甚至有些坏人 还笑咪咪的 还甚至穿的那样子 你感觉他是一个 很非有地位的好人 对吧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 这种幻想 如果说他不是 就是现在不都是说 为什么 不能给他做心理鉴定 就是说他肯定不是精神病 那么 我都遇到过 就是我在一个案例当中 然后后来我当时听完这个话 我跟他后来怎么讲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到 如果这个人旁边站的是他妈妈 是什么感受 他当时没说话 后来我就讲 每一个人 就是每一个生命 他都不是他自己的 其实任何一个生命 都是属于别人的 所以你伤害一个人 就伤害他后边一串的人 也就是说他这个 很多人是什么呢 他只有一种玩和游戏的意识 他没有把人作为人来看 就是如果他不是疯子 他不是精神病 他不是精神病 那么人的头脑中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 这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兴趣 他某一个事 把他勾出了这个兴趣 就跟某一次 你接触一个音乐 你突然喜欢了这首曲子 或者某一次 你接触了一个游戏 你觉得这游戏很好玩 但你要如果不接触 你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感受 那么他也是这样 而且我们在研究心理 他是有顺序的 比如说你先有一道防线了 你再接触这个事情 就没有危险了 如果这孩子之前 没有这个防线 然后他一接触这个 他就完全都可以往前走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想法 就是因为你来自一个正常家庭 你的爸爸妈妈肯定关系很好 然后他们很爱你 你也很爱爸爸妈妈 所以当这个情况有存在的时候 你就不忍去伤害一个人 但是如果你的家人 和你在一块可有可无 大家都自己过很好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只要怎么有趣就可以 那么这时候 你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领域 然后你就会把这个东西发展 但是你父母没有发现 他没有阻止你 然后你又没有亲密关系 你没有不舍这个感受 你比如你养一小动物 突然没了 你心里特别伤心 当你用这个比喻 去跟另外一个孩子讲 你不能伤害他 你想你当时那个 谁是小动物没有了 你怎么感受 他马上就明白了 你看我看有一个父亲教育孩子 他把那个娃娃压在腿底下 他爸爸说 你不要压娃娃 他会疼的 他会哭的 然后这孩子拿起来了 那他父亲就这么一句话 就给孩子一个观念 就是他会疼的 他会哭的 所以我以前就讲 这个很多心理上 他没有观念这个 没有这个防线 他对于人 他就觉得是个物件 他会哭的